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与时俱进内容创新群 它深邪央视基因却流淌着90后的血液 它是互联网领域的后来者却一鸣惊人 一档奇葩说开启网络综艺大时代 它是良心IP的供应商 自奇葩说奇袍是饭局的诱惑接棒 它的跨界一直在路上 获得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与时俱进内容创新群的获得者是米蔚传媒 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米蔚传媒创始人JNCEO马东先生的连线视频 大家好 我是马东 感谢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盛典颁给米蔚传媒年的与时俱进内容创新群 这个奖项 这个名字说起来有点拗口 但是我还是看出来主要是奖励米蔚传媒在过去在内容创新上的一些探索 应该说直播是去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 但是我个人觉得直播内容可探索的空间还很多 比如直播内容里面更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流 也就是在不出什么事的前提下依然能够吸引住观众 而传统的综艺其实是一个戏剧关系 它要一个必须出事的场景里面才能够吸引住观众 这两点的结合依然是全行业探索的一个焦点 也是米蔚传媒发展和努力的一个方向 谢谢盛典颁给米蔚这个奖 感谢 好 恭喜马东